嗨 大家好 我现在在台湾九份老街 九份老街非常的出名 传说千语千询的灵感 就是来自于智 这里也是游客非常多的地方 现在我就带大家去逛一下九份老街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 这外边是一条马路 远处就是海 一会儿我在那山顶就可以看到大海 这个地方上去就是老街了 这边还有卖吃的卖早餐 这个楼梯特别陡 这里有一份导览图 这条狗好壮 这些全是韩国人 我觉得这里它有一点像重庆的18T老街 以前重庆18T老街也是一个坡下去 这边最多的就是韩国游客和日本游客 现在已经上了第一个十字路口了 这边就是一些店铺卖吃的 还有卖一些手工艺品 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挂满了红灯笼 晚上的时候好看 有很多是在日本时期第一个戏院 你知道吗 日本时期放月银子 第一个 圣坪 对 所以当时这地方是最多人 圣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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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去这间戏院参观一下 它这里是免费参观的 这还有放映时间 这是戏院的节目单 工作人员还会讲韩语日语 这就是戏院内部了 这里边呢 就像这样的 大家一起坐在一起看电影的那种 像以前的那种大礼堂 这个墙上有他们近期的放映单 都是一些非常老的片子 黄金传奇 野店 这里呢 就有一台超大的放映机 这种比较老了 这个是展示的 这边呢 还有饭店 悲情城市 这边就有一些观景的茶楼 站在这上面往下看一下 它这就是一个在半山腰上的 三层的感觉 在这边爬楼梯 爬久了还是有点喘气 今天是星期五啊 人事都特别多 很多他们台湾本地的人也来这边旅游 而且他们很多人也是第一次来 好 谢谢 一杯一口用到的 这个可以尝的 你也杯尝的 这个叫什么 鱼松 你要不要进来里面 我抛起来口头的 它是三文鱼饭的 三文鱼加芝麻 谢谢 可以加四吃了 好 谢谢 这个是家的章鱼吗 芝麻海大 加芝菜 还有这个是芹芹 三中口 它这是芹芹 它比较酥脆 这是我尝的第三种 挺好吃的 免费品尝哦 老板超级热情 这边应该是什么 这边是卖的 这边是卖的 鲨鱼骨 鲨鱼骨 我这个还没吃完 这个马仕松 为何而言 对 是爱有点别 他一个咖喱 professional jin 这有三十多种 三十多种啊 麻烦 买一关我去先看 OK 我先看一下 谢谢 这一堆是韩国游客 我逛这里呢 我觉得超级像在逛重庆的文鸭洞 而且我觉得这边很多卖的东西 那些衣服有可能都是义乌来的 还有一些小饰品 我觉得也可能是义乌来的 这边还有一个欧洲游客 超级佩服开摩托的 在这么多人的地方 我都要挤的总不动了 我觉得这里就是吃货的天堂 每一家店铺都是卖吃的 自己挨着这一排的 这个就是台湾特别出名的御园 找这个做的特别快 动作麻利 这家店实际超好 这是已经做好的御园 50台币一碗 这个御园呢 它可以加红豆绿豆配在一起 哇 现在这边人超多的 细细细细细细的人群 我看到的全是人头 台湾珍珠奶茶 鱼丸汤30块钱 这家生意超好的 这个他们庞地的特色 这是卖茶叶的 这就是卖一些小玩意儿 我觉得东西很可能是从一屋过来的 饭店 这边最多的就是卤肉饭 这个是他们台湾本地的巴勒 是红心的 这边到了观景台了 今天天气非常棒 在这里就可以俯瞰这一片的景致 远处就是东海 这边很多房子都是建在半山腰的 这应该算是一个半山腰的小镇 这下面就是公路 从台北过来的车就是从这里经过 这些很多咖啡馆民宿都是建在半山腰 观景非常不错 这里实际上是超多游客过来拍照 看我身后一圈 全是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观景台 现在我已经到了第二条街了 它这边其实一共就上来就有三条街 每一条街上就是卖吃的 卖一些手工艺品 而且这边的价格也比其他地方贵很多 游客超级多 现在我继续往前走 去最上边 在这边卖的最多的吃的就是小笼包 因为以前很多日本人在这边 日本人比较爱吃小笼包 我现在已经上到山顶了 也就是这个九份老街的最顶上 最后边就是一间小学 九份国民小学 这个学校门口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兔子造型 我看一下他们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这里关着门 今天好像没有人上课 在这间学校附近呢 就可以俯瞰这个下面 远处就是大海 然后这里还有一间寺庙 这一间应该是他们当地的妈祖庙 是民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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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